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池内博之》 《应庭内内美》 《桃》等等 一班主要演员还联同大阪市长吉川洋文 大阪府知事重整一郎 还有电影公司老板林建岳一起参与 气候拍摄顺利的日本传统镜开仪式 《男神福山雅治》虽然是第一次主演华人导演执道的电影 但原来他和吴雨昕导演并不是第一次合作的了 这次的演员如何 尤其是福山的第二次和他合作了 是 我们第一次合作就在泰国拍过一个广告片 基本上是一个动作戏 握双枪好周园派 然后跟他们对打 来到叫他握双枪又握双枪 然后叫他凌空飞起又凌空飞起 然后吊威亚 又在空中转 又打关头 旁边又爆火 他又双枪开仓 他做得很兴奋 很卖力 一句怨言都没有 那时候已经很欣赏他了 今次这部作品是改编自西村受行的原著小说 《涉过憤怒的河》 其实作品曾经在1976年被拍成日本电影 由已故影帝高仓健主演 事隔当年吴雨昕将作品翻拍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纪念故友高仓健 而至于当年高仓健的角色就由张咸宇释演 戏中和咸宇有很多对手戏的福山 虽然只是和他开着工一日 但是已经充分感受到咸宇的能力值 我只是拍摄只有一天 我只是拍摄过一天 全身的役势表现 我感觉很浮沉 我感觉很浮沉 他有最有魅力的地方在哪里 福山先生长得很帅 属于偶像级的演员 之前我也看过他演的电视剧 那个叫《神探伽利略》 因为之前没有和日本演员合作过 特别期待 在故事里面 咸宇饰演的律师 一夜之间变成全国通緝的杀人犯 而福山就是一个由想捉拿他 到开始相信他是无辜的警部队长 激烈动作戏都可以说是不少了 加上还会在日本不同地方拍摄 两位主角都说 今次规模相当庞大 在台湾的影响中 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台湾上的影响中 我感觉很厉害 在台湾上的影响中 非常厉害 但是 非常厉害 大厉害 在台湾上的影响中 真的是日本的群众演员 我觉得非常敬业 甭管多晚 甭管拍到几点 他们其实很累 但是他们依然是 保持这种旺盛的工作状态 至于其他演员 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和吴雨昕合作 不过前辈级的郭川准 原来就和福山一样 都是第二次和吴雨昕结缘 吴雨昕が香港で 最後に作った作品を ご一緒させていただいて 今回が2回目で 久しぶりの吴雨昕と 一緒の現場で 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 ジョン・ウーさんは もちろん初めてなんですけども すごくやっぱり アジアの中でも すごく好きな監督だし ジョンさんとやれるっていうのは すごく光栄ですし すごくにこやかで 優しい方だったので やっぱり作品の アクションの感じから ちょっと想像してなかった 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 比我想像中的親切好多 因為她的電影太Man了 我就覺得她 會是一個很嚴肅的人 會是一個不苟言笑的人 但是她完全不是 暖男 暖男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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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覺得她的電影 大人 殺人 所以 沒想過她是 對 那麼暖男 對 她非常非常非常親切 不單止一班演員 每個都是 吳宇森導演 為暖男代表兼偶像 和陳慶家葵 首擔任作品監製的陳家上 都很尊敬她 當聽到吳宇森 說自己老派的時候 陳家上立刻要搶著 說個事實出來 到底有些事都比較老派 沒有什麼 我剛才對你說過這件事 就是在說 我已經在拍那場舞會戲 初頭寫劇本的時候 大家都很害怕 糟了 吳宇森當然是拍一個很老派 又是那些 跳一些老人家舞的戲 會不會很悶 我昨天去到現場 我就知道 我完全不擔心 好嗎